社会大众来揣动 然后礼仪外合 然后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事情翻转过来 我觉得我的热血开始背横起来 在各位的这个分享之下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精彩的分享 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请黄明明 公共电视 其实我今天站在这边也蛮心虚的 心虚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比各位年轻 也不是因为对自己做的新闻没信心 而是也许大家会想说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收视力的压力 但是公式没有 所以你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但是事实上好承认 也许我们的收视力压力比较低 但是我觉得这样也好 我们可以尽自己的能力 凭借着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来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那么其实呢 我在接到这个邀约 要写好新闻的定义的时候 其实我想了很久 因为我觉得140个字真的写出来 1400字也许也写不完 因为每个人心中的好新闻的定义不一样 而且它其实是有各种类型的存在 然后它也有很多的特质 那于是我就想 那我换个角度好了 我就来探讨新闻好了 我为什么会说我不谈好新闻来谈新闻呢 因为其实有很多观众反映说 他们现在打开电视 看一个新闻节目 然后也许过了一整个小时 觉得也没有看到什么新闻呢 他看到的新闻节目 很像或许是综艺节目的出现方式 也或许是像连续剧 像白英刚刚有提到 一些迷人的绯闻 每天不停的去follow 那么就也譬如说像是网路 还有行车记录器 那些东西就拿出来写一写 这些东西是新闻吗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那其实我对一个新闻的基本要求 是言之有误 听到这四个字 大家肯定会觉得 公共电视就是这么严肃 其实不是哦 这个言之有五四个字 并不严肃 那其实在我心中 新闻的本质的确是严肃的 但是呢 它呈现的方法是可以深入浅出 但是呢 即使是再好看的新闻 我都希望它是有内容 然后让观众看完之后 能够留下一些东西 我举一些新闻当例子好了 也许最近大家都很熟悉的 像是美国牛肉 瘦肉精的问题一出来 大家才知道 原来啊 牛和猪会吃这些饲料添加物 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名称 那么每一种的毒性是怎么样 对人体的影响 原来我以前都不知道 这就是对我们一个知识领域的一个开拓 那么另外呢 我们环境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我就不再举大家都提到这个李慧仁的例子好了 刚刚张景华老师提的例子也非常好 有一个罕见疾病的学生 他因为看到有关于罕病的报道 然后鼓舞了他让他觉得他的人生长到了目标 那么另外呢是不是纯粹人情 虚伪的就不算新闻呢 也不是 看看现在很热的林来峰 林书好好了 他在球场上的精彩的球技表现 其实就带来一种美感 还有他的永不放弃的精神 其实也可以给每个人一些启发 所以我觉得这些新闻 都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很好的感受 或许在某一个时间点 对你的人生就有关键性的影响 好那我大概举一些这些例子 那基本上我的原则就是先确定 你做的是新闻 你才能做出好的新闻 至于好新闻的定义 我们请下一棒 谢谢